為什麼斷食善中是對於病人來講 最沒有痛苦 然後也是最少折磨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沒有接受醫療 因為相對於斷食善中就是醫療史 他是97歲的爺爺 然後自己拒絕插筆館 說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他就帶回來了 那但是他很慌張 不知道要怎麼照顧 所以我就有給他的一些建議 我其實我花最多的時間 是在安家屬的心 因為是家屬在焦慮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做得不夠好 所以我就告訴他說 你安定 你的爺爺就會安定 然後你要接納 爺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要接納 爺爺是來教你死亡課的 所以你是一個學生 你只是在學習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話說 人都是獨生而來 那假如他能夠帶著愛離開 那就大家都沒有遺憾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碧柳音醫師 來到現場跟我們聊聊 這個重要的主題 什麼叫做淡食善宗 淡食善宗應該 他原來的名稱是 斷食往生 那這個名詞 我是在日本的一個 意識的書裡面看到的 描述說 古時候的很多高僧大德 要元吉之前 他們都會去做 斷食跟斷水 那這樣的話 他們會身體很輕盈 然後呢神志很親民 然後往西方世界 有一位三澤先生 他就覺得說他自己 萬一得了失智症 他要在他仍然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他就要用斷食的方法 他就用七天做一個界線 七天斷五穀 再七天斷十穀 再七天是只吃水果木石 最後七天連水都要斷 那他說斷水七天是很有道理的 安養中心裡面照顧末期的病人 不吃不喝了以後 完全斷水以後七到十天會離開 為什麼斷食善中是對於病人來講 最沒有痛苦 然後也是最少折磨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沒有接受醫療 因為相對於斷食善中就是醫療史 那醫療史在醫院裡面的話 譬如說明明就已經要走了 可能還打很多點滴 他就已經癌末 已經常阻塞了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的醫病關係 所以有時候醫院跟醫生比較 為了保護自己 這個是其中的原因 醫生不習慣病人在自己的手下死亡 假如我的醫院病房裡面有人死亡 不知道什麼時候家屬會不會告 病人的死亡假如是出乎家屬的意料之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告醫生 所以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千萬不要讓病人死掉 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防衛性醫療 保護自己 有一部分是這樣 那另外有一部分就是說 好像醫生還是覺得 既然人住在醫院了 我不能什麼都不做 所以我會看到我們的病人在臨終過程 你在看國外的講 照顧臨終的書籍 裡面都會提到 臨終的時候他是無法吸收營養 也無法吸收水分的 可是台灣還是覺得 你這個病人在我這裡 怎麼可以又不吃 又沒有給任何的治療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病人 為什麼無法善終 是因為他的命運 竟然決定在家屬跟醫生的手裡 醫生和家屬不放手機率太高了 比較好奇就是在食物經驗上 這些家人他們往往最多的焦慮 跟害怕會在哪裡 第一個應該就是覺得這樣子不是是把家人餓死 對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在醫院裡面的時候 可能就想要拒絕鼻胃管 那時候醫生也會說 你不能把你的家人餓死 有一些醫生用這樣的話語 讓這些家屬更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所以中村醫師他在大王生裡面 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解釋 人到了老衰重病末期的時候 自然不吃不喝 這樣子其實是很輕鬆 沒有負擔的走 假如是帶回家的話 家屬都有共識的時候 他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是為了考量 病人的最大利益 然後這個是病人以前有交代過的 可是問題出在家屬之間 萬一意見不合的時候 這種時候我基本上我就沒有幫他們 比較難介入 只要家屬不要互相告來告去 我就可以幫你們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先決條件 是家屬要有共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到一個蠻大的重點 就是說當然剛剛一方面是提到說 希望讓他舒服不要那個 就太多的痛苦 但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合法性 這也牽扯到可能兄弟姊妹與家人之間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遇到 有些家庭是比較難執行的 所以包含像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就是病人自主權利法 得到大家認可跟推崇 就是在於說 因為很多人就知道說 家裡面會有一些意見 所以如果說能夠透過一個合法的簽署 那是不是能夠也讓這件事情浮上檯面 讓家人有個比較可以溝通的一個平台 病主法簽署的時候有附帶的條件 你一定要讓你的家屬了解你簽了什麼 然後家屬也都認同你的意願 所以我覺得不是只有簽署 然後你知道我簽什麼就夠了 我覺得應該是家庭裡面 就是要平常的對於生死這個事情 要深度的溝通 我們有三大執著 第一個執著就是死亡 死亡這件事就是 醫生不願意面對病人死亡 家屬也不願意面對他的家人要死亡 所以我覺得至少 對死亡要有一定足夠的認知 我們可能對理財啊旅遊啊 我們有很多書啊 我們做好多準備 你的每一位家人都會死 我們怎麼從來都沒有去學習一下 我們對死亡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另外一個就是對於飲食的這個 就是他已經沒有辦法吃的時候 像有的人他只是老了 吃得越來越少 也被擦鼻會管 所以我覺得對吃對水的這個執著 會造成很多人沒有辦法善終 那另外一個應該就是說 真的要善終的話 最好的是在宅善終 那在宅善終的話 老百姓一樣 你必須要建立你的死亡 事能 民眾的照顧的知識跟能力 那這個能力在50年以前 民眾是有這個能力的 只是這四五十年間 我們太多的醫療史 所以民眾就是整體失去這個能力 通常如果假設我今天我是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家屬 通常你第一件事情都會教我怎麼做 第一件事要確定 他們家裡是有共識的 共識 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告訴他我們的做法 一個禮拜裡面把飲食減到最少 因為很多人是擦鼻胃管 我們現在有個口訣 33221100 就是說 餵三罐兩天 然後改良罐兩天 一罐兩天 後面兩天只餵100cc的水 然後再後來我們就不餵水了 可是萬一他有不能停的藥要吃 還是可以用一點水 那如果順利的度過這個階段 後續在他真的離開之前的這段時間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努力 或者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簡單來講就是身心理 身就是說 譬如說你還是一樣要讓他清潔 對 那他還是要定期的移動位置 然後要注意關節 然後大小便的處理 居家的那個 他們很常常教他們用那個精油按摩 也是一種愛的陪伴 那心的話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道謝道愛 道歉道別 幫他做人生的回顧 那靈的話就是我們要理解 人在那個最虛弱的時候 陰陽兩界他可能都會痛 所以有非常多的病人 他真的會看見往生的家人回來 再跟他對話 但是我們看不見啊 但是他看得見 那我們假如不懂就以為 哎呀他在胡言亂語 他是不是有暫忘啊 然後就給他要啊 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是要細心的去聆聽 就算你聽不出來 沒有關係 你就是 像我們有一個很明顯的 他說你們爸要回來吃飯了 你們趕快去扣門 他們女兒就真的去配合 去幫忙去開門 就順著他了 對順著他就好了 表示說他不是一個孤單 無人理解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不管你信不信靈魂 但是假如他出現這樣的現象 你要懂得陪伴他